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新埔梨的好滋味 連東森新聞都難抵魅力 特地南下拍攝 東森氣象新聞趴趴夠 氣象主播王淑莉 身穿粉紅復古裝 與邱縣長大膽水梨 好多汁喔 冰箱冰下去更好吃 對啊 脆脆的 一顆顆碩大飽滿的新埔梨 擺在桌上 粗糙的外表 蘊含甜美 帶點酸色口感的果肉 這些新埔梨 都來自黃慶前的 百年老從水梨園 多年的種植經驗 讓他對水梨撩落執障 擁有水梨博士的美名 我們新埔這個氣候 比較特殊一點 你這個土壤方面 當然比這個中部 大概比較佔優勢 所以我們這邊 這個水梨吃起來 稍微比較甜 也比較脆 皮也比較薄 品質大概是低流的 新埔的這個 出梨水梨又特別有名 所以這一次氣象趴趴夠 又特地再度來到我們新埔 最主要就是要掌握 把握住這個水梨劑的尾巴尾聲 然後來嚐一嚐 這個新埔梨的好滋味 邱縣長也一同參與 行銷新埔的特色風情 特別推薦水梨創意料理 水梨入菜讓食材滋味更加分 像這道水梨風味沙拉 水梨和蝦子一起料理 果香帶出海鮮清甜 非常適合嚴嚴夏日品嘗 還有這道水梨中 富含膠質的白木耳和水梨 讓人吃得健康又美麗 新埔的水梨已經走出一條 好的一個通道 不管是品質 不管是價格 不管是各方面的外型 都有挑戰性 所以盡得起考驗 不輸日本的 不輸韓國的 我們一起來品嘗 新埔梨的美味 吸引許多饕客慕名而來 也是新竹縣積極推廣的農特產 藉由媒體的傳播 讓它的名聲更響亮 也呈現新埔的農村風貌 吸引更多人到新埔遊覽 體驗不一樣的雙土民情